屏东县政府今天下午召开紧急记者会,县府发言人黄建霞表示,屏东县长盘孟安赴日推广观光,并未接受我驻大阪办事处招待,当天在大阪的晚会是由县府举办,我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程只是前往致辞。 至于事后之所以建议外交部撤下相关讯息及照片,主要是不希望苏处长受到二次伤害,并希望所有的假新闻及不幸事件到此为止。 黄建霞说,对于台湾驻大阪办事处长苏启程14日不幸传出身亡,屏东县政府深感惋惜与遗憾,苏处长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外交官,一张照片并不能还原全部的面貌,针对网络的各种说法,叛尊重侍者,误在一额传额,让更多无辜的人受到伤害。 县福表示,屏东县会推广观光,一年前就开始规划大阪观光推荐会,透过日本禁铁集团旗下近级旅行社协助,此行大阪观光推荐会原定9月4日至9月7日举行,出发前正巧遇到燕子台风侵袭日本,但因形成早已筹办,经双方洽商后决定如期举行。 黄建虾说,屏东县长盘孟安是于9月5日清晨由一位随行秘书陪同前往搭机,当天中午12点30分左右抵达日本东京城田机场,在近级旅行社一名翻译人员带领下,至下午将近5点左右才抵达推荐会现场。 县府强调,此次日本行程并未请求驻日办事处接待,在5日的晚宴中,有一百多位日本观光业者在现场,苏处长出席介绍台湾,陆里陆宫令人印象深刻。 潘孟安也亲自向苏处长表达对日本风灾的关心,后了解大阪代表处正在处理游客滞留机场事宜,苏处长仅短暂出席晚会旋即离开,前后停留不到一小时。 黄建霞表示,苏处长受到假新闻,网路谣传所困而发生不幸,因当日他出席晚宴的新闻及照片仍在外交部的网站上,为避免外界不当误解,县府才建议外交部评估移除,是基于尊重事者,县府也和驻大阪办事处联系表达哀悼之意,希望家属节哀。 屏东县政府发言人黄建佳强调,屏东县长盘孟安赴日推广观光,并未接受我驻大阪办事处招待。 记者翁真霞摄影 分享